Hello大家好,我是老刘 这是一期会员的专属视频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不过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 我要先声明一下 就是说今天这期视频里面的内容 并不是一个什么真理 也不是什么科普 或者说是听完之后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仅仅是我这一段时间 练拳以及看陈琴的美城太拳图书 以及跟一经有关系的一些东西 一结合得出来的一些小心得吧算是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想法 说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感觉很有意思 所以说您在看这一条视频的时候 我是希望您抱着那种 您认为我说的这一部分内容 好像有点道理 可取 那么您就取这一部分内容 那一部分您认为不妥的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讨论讨论 因为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 我感觉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 每一个人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认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思想在 最起码 跟我今天要聊的这一部分内容来说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出入吧 所以说在开始之前 说话有点多 我要先声明一下 大家不要那么的跟我较真 好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是关于水跟火的 也就是液晶里面的那个砍挂跟梨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东西 在我们胎圈里面来说 都代表了一些什么 跟我们胎圈有一个什么关系 在八挂里面 我们如果说想要快速的记住 这八个挂的一个挂项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记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口诀在的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吧 叫做前三连坤六段 镇养于更富晚 离中虚砍中满 对上缺迅下段 其实这么一排列下来之后 大家应该可以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在这呢 我就不过多的对他们进行解释了 大家看一下 在这八个挂的那个口诀里面 有两个叫做离中虚跟砍中满 对不对 离中虚是什么 离为火 就是说离就代表火 那么为什么离中虚 它的挂项是上下两个羊腰 中间一个阴阳呢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去划呢 大家想一下 什么是火 火的温度 比如说我们的打火机 我们打着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打火机打出来的这个火焰 最烫的就是最热的地方 是在哪个地方 它肯定是在它的外焰 也就是火焰的最外圈 它的外焰 那么它的内焰呢 就是它的内部 相对于外焰来说 它的温度就没有那么高 又是什么不能跟外面的空气充分的接触 又怎么样 不管怎么着 反正它的内焰的温度 是小于外焰温度的 就相当于是那个离挂一样 上面一个羊腰 下面一个羊腰 中间一个阴阳 就是从外面的这个火焰 把内在给包起来 离中虚离中虚 就是说外面的温度要高于内焰温度的 这个东西呢 大家看 我们如果放到太极拳里面来说 大家想一下 不管是在五行里面也好 还是在我们八卦 对应的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个五脏六腑的一个属性里面也好 其实火它相对应的那个脏腑是哪儿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嘛 对不对 心属火 心为火 陈欣那边太极拳图说里面也提到说 心为令嘛 对不对 又是帅又是令 就是它掌管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使用跟储存 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说我们发尽的时候是用嘛 对不对 我们续尽的时候是收嘛 可以这么说 那么既然我们的心属火 它又是令又是帅 算是一个统领吧 既然它这么重要 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它手底下的士兵不争气的话 那么这种状况属于一个什么状况呢 我想有一个词 就是非常贴切的解释了这个现象 叫做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管是什么火 比如说我们的打火机 还是我们的烧木材 或者说是烧木炭的时候 堆积起来 那个火旺 但是那个火想旺的话 它总要去烧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你如果说没有东西可烧的话 那么这个火肯定是就熄灭了 把这个道理呢放在我们胎拳里面来说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 心为另为帅 心属火 它的火气旺 它要烧什么东西呢 它要烧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每天都在堆积的那个所谓的能量也好 所谓的那个锻炼力量的肌肉爆发力 就是在烧烧你身体的一个素质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练拳 练了很多很多遍 然后两条腿都软了 不听你话了 你控制不了了 就算是你心里再想去练 那两条腿不听你话 你怎么练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是你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所说的呢 其实都是对于我们心火来说的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有一种说法叫做失火 什么是失火 就是失去控制的一个火焰 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一片森林里面起了大火 人力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了 只能说是让它任意的烧 它没有东西可烧了 它就自己停下来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去阻止它烧了 这是失火吗 失控了的火焰 对于我们群里面来说 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存在的 什么是失火 就是说你心火过旺 已经难以控制你自己的一个平衡了 就是说你脑袋没有办法保持清醒了 这个时候我们常说这个人失控了 对不对 就是说他已经不过这么多了 比如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 比如说拿着刀或者说拿着棍 在大街上见到人就砍 见到人就打 受了什么刺激 自己控制不住了 就是失控嘛 对不对 看见那种人呢 我们应该是远远的躲着 对不对 你不能说是你厉害 我练过两千拳 然后我就可以阻止 最好是请专业人士去阻止它 你一个对不对 可能阻止不了 除非你的功夫很好 你有办法制服了它而不伤它 这个时候你厉害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就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打架 他怀着一种打你的心 你怀着一种点到为止的心 那么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嘛 所以说你不管练什么东西 这个拳那个拳 就是这个功夫那个功夫 都是一种辅助 最主要的还是你要有一个打人心 就是说你该打的时候 我这么说好像有一点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如果想要去两个人擂台交手 或者什么 你一定要先有这种心态在 然后你才能发挥你所学的一个东西 你如果心切害怕的话 那么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战胜它的 所以说我们练拳 最起码我们练太极拳 是首先要保证我们自己 在遇到什么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 不会让我们自己的心火所吞噬 不会失控 这个是要第一点要素嘛 对不对 太极拳里面不是要就放松嘛 对不对 放松不要用镜要冷静 怎么怎么样 其实它就是在调节你的 这个阴跟阳的一个平衡 就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再聊一下那个水 水是什么 水是砍水 什么是砍水 在《易经》里面说砍 那个挂名叫做喜砍 什么是喜砍 砍是什么 其实大多数人一说这个砍 一个大砍啊什么东西 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但是呢 在《易经》里面 其实它没有什么好坏的一个挂象之分 它只是告诉你这个道理而已 这个喜砍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大家都知道 砍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艰难险阻的一个意思嘛 对不对 喜砍是什么意思 喜砍就是要你习惯 你人生中的一个艰难险阻 为什么去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每一天 每一件事 其实都会有一个选择在 或者说是 经常会出现一种那种 比较困难的一种状态在吧 你如果说一遇到困难 遇到所谓的那个艰难险阻的话 你就逃避又退缩 你都不敢正视它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让你自己变得 所谓的那个强大起来 所以说呢 我们人生中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啊 什么艰难险阻啊 什么砍险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习惯 我们所面对的那种困难 因为你每解决一次 所谓的那个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会感觉自己 提升了一个台阶嘛 对不对 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 使自己给强大起来 大家看一下 砍是什么 砍是上面一个阴影 中间一个阳阳 对不对 这叫砍中满 就相当于是 那一个阳阳 掉到了水里面 就相当于是 我们人掉到了一个水里面 那种危险的感觉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 可以克服得了 你心里面的恐惧 对不对 拼命的去有求生的那种欲望啊 或者说怎么样 你可以获救 如果说你 就是面对困难 已经心生胆怯了 放弃了 那么可能就会 就出现意外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砍挂 告诉我们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吧 我只是在这聊一下 除此之外呢 这个砍 也就是那个水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无孔不入 然后它就是什么 勾勾砍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个小坑坑哇哇的地方 它不管怎么样 它都会引来那个水流嘛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水往低处走 而且呢这个水它还不跟你硬碰硬 你如果说这有一座高山 我不跟你硬碰硬 我就绕着你这个高山过去 对不对 你总有办法从这个地方高处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低处 它就是 你有阻碍我就绕着 对不对 它是有变化有流动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在五行包括八卦里面对于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属性解释的话 水属什么 水属圣 之前跟大家聊过陈氏太宣图说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出圣入圣是真绝对不对 在这我就不多解释了 如果说没有看的朋友们可以再去看一看 除了出圣入圣是真绝这句话之外 这本书上还有一句话提到了圣 什么话 就是两圣为妖 也就是我们两个妖嘛 很多人就是只知道出圣入圣是真绝 老是想着气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要送入人家两个圣 怎么说呢 我是从来没有感觉过我是在练我的两个圣 我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如果说有朋友感觉你是在练你两个圣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觉 就是说你练的时候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体验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去告诉我 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真实体验来说 我只能感受到我两个腰 在我整个的锻炼过程中 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充实饱满 以及整个腰腹部感觉到非常的有力量 整个人就是走路啊什么 非常有精神 只能说是有这种感觉 真是让我感受我腰里面的那两颗肾 有什么感觉 我是说实话真的感受不到 好说到这呢 我们结合一下就是说 砍水它是水 水是流动的 对不对 我们胎拳小架里面 对于我们两个腰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要塌腰嘛 对不对 寒凶塌腰 这是蓄力的一个状态 第二呢就是你在用的时候 你两边的腰不可能都为羊 要么是你打右边领右腰松左腰 要么你打左边领左腰松右腰 就是说它们两个是有阴有阳的一个东西 在三财图里面来说 它就属于是人 人是半阴半阳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流动的东西 拳里面呢还有一句话叫做 手怎么动 腰怎么动 也就是说 手的阴阳在腰上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词就是 主宰于腰 刻刻留意在腰间 然后什么 以腰为轴 都是在说 我们的腰 腹部这一块 这一整个核心区域吧 算是 它是一个流动的东西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水一样 为什么我们太极拳有那么多理论 就是什么粘连粘随啊 对不对 不丢不顶啊 什么顺啊 借力用力啊 其实都跟腰有关系 但是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细分出来 腰是腰 丹田是丹田 你腰可以有阴有阳 但是你的丹田始终是实的 它是一个主力 就是说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家 你如果说整个房子都乱晃的话 那就说明什么 你根基不稳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刚刚说 坎是什么 坎它是一种困难 一种坎险 对不对 为什么是指我们两个肾呢 因为你如果说要用我们两个肾的话 那肯定是遇到了一种困难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想办法去化解阴阳虚实的一个转换 以及你运用它的一个时机 恰不恰当 这都是在化解困难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感觉 坎水这个东西属肾 两肾为腰 跟我们的胎肩拳是有很大关系的 好 说到这儿大家看一下 离为火 火属心 坎为水 水属肾 对不对 那么大家想一下 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 我们小肖拳对于身法的各部位都有具体的要求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跟我们对于身体各部位的具体要求 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大家看一下 它所向对应的部位 就是我们的胸跟我们的腰毛 对不对 小肖拳要求含胸 他腰 寒胸 为什么要求寒胸呢 因为离为火 火是什么 火是离中驱嘛 对不对 它是外刚而内柔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寒胸一定要让我们的心气下降 让我们放松下来 不要横气填胸 所以说这叫离中驱 心为火 心火下降 坎中满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两个腰 虽然说它是有阴有阳 它是活的 但是呢 我们对于腰的要求 是一开始要塌腰 塌腰就是让我们两个腰踏实 不能说是怎么说呢 就是软软的 就是从外形上看也软 从内在看也软 它就没有实质性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这叫坎中满 这叫外柔而内刚 钢是什么 钢是原则 是规矩 柔呢 柔是变化 是圆通 因为时间关系 对于这两个东西 我就不过多的进行解释了 在这只是跟大家点一下 大家一定要学会举一反三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比较希望大家可以在私底下有空的时候 研究研究这个东西 对不对 都跟我交流交流 也让我感觉好有一个伴吧